我到时在英国不一间得知了德国有求职签证 从我得知这个信息的我拿到签证只用了一周 大家好,我是乐乐 为你们分享有用的德国生活经验 Jobseeker Visa顾名思义就是求职签证 这是6个月的居留许可 让你可以在德国求职找工作 如果在这6个月期间你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可以转换成工作签证 某些职业的人,比如设计师、艺术家、翻译等等 你在6个月间找到了一些稳定的订单 你也可以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转换成自雇签证留下来 具体的信息可以在当地的德国大使馆的官网找到 以英国为例 求职签证是在当地的德国大使馆申请的 我是从英国申请的 我知道许多人从中国、印度、欧洲其他国家或者美洲申请的 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在德国申请的 这是一个资料清单 每个国家的德国大使馆要求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还是以大使馆的官网为准 其中有几个是一定要的 要准备一份CV、个人履历 不需要非常花哨 重点是要介绍自己的学业经历和工作经历 提签的时候要记得带好学历证明 如果是英文的你就不需要翻译 如果是中文的你就会需要带上翻译公证件 以及原件 我在申请的时候 我出示了英国的毕业证的原件 中国的毕业证原件没有带 只带了复印件和翻译公证件 签证官考虑了一下也接受了 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 也要准备一些证明你的工作经历的文件 关于学历 除了学历证明 还需要准备一份认证文件 因为德国有一个系统 它是专门用来认证外国学历的 所以在申请的时候 要证明你的学历被这个系统承认 打开安纳宾数据库 点击institutunen 查找你的大学 然后打印显示学校评级的表格 如果你的评级是H加 那就很方便直接打印 带上这张纸 如果不是H加 或者学校没有在数据库中列出 那你就需要去做ZAB认证 具体请看这里的信息 找到你读书的国家 然后它会有认证的指南 签证的时候要带一份资产证明 证明你这六个月能够好好地待在德国 资产证明给了三个选项 三选一就可以了 一个是在德国的居民 给你出一份正式的担保信 这个以后给爸妈办签证也用得着 我们以后专门开一集讲吧 第二个就是银行留税 保证你的余额 够你在德国生活六个月就可以 这个最简单 我当时用的就是这个 第三个就是冻结一笔资金 在你进入德国之后 再把它解冻 我查到的信息是 这个资产证明的标准是 每个月至少853欧元 我比较怀疑这个信息 因为800几十欧 在工作岗位很多的大城市 只能勉强支付房租 然后保险证明 覆盖这六个月的健康保险也很重要 我当时买了六个月的旅行保险 而且也确实在这期间生病用上了 以后有机会我们聊一聊 这个旅行保险的事情 然后你需要一份动机信 可以是英语或者德语 为什么要去德国找工作 找哪方面的工作 已经投了哪些简历 最好申请签证的时候 你就已经开始投简历 把求职过程中的往来邮件 打印出来 如果已经有确切的面试邀请 那就更好了 总之求职的动机和计划 写得越详细越好 这样签证官就会认为 你在德国找工作很有希望 其他一些基本的材料 我就不惜讲了 如果你有一些清单中 没有提到的辅助材料 也可以带上 比如德语或者英语的能力证明 比如某些职业证书 或者是教授上司的推荐信之类的 材料准备齐之后 你就可以在大使馆的官网预约签证 注意一下 你在预约的时候 这个并不是生根签证 不是短期停留签证 而是长期居留签证 所以你要在申请 Resident Permit的这个地方申请 我申请的时候是好几年前 当时英国还在欧盟 我只用了一天 我在豆瓣的这个群组看到 在中国申请大概是一周左右 会等语当然更好啦 但是不会也没有关系 在德国的大城市有很多国际化的公司 他们有很多说英语的岗位 但是也不要忘了 说中文也是一个不小的优势哦 以后会专门录一期讲我的求职经历 难道签证以后就可以启程了 买上单程票 飞向德国吧 到了德国之后 别忘了14天居内去市政厅注册你的地址 这个在德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找工作了 注意这个求职签证是没有工作许可的 一旦你找到了工作 你就要去外管局 把这个求职签证转换成工作许可 工作许可有普通的工作签证和蓝卡两种 工资拿到一定标准就可以申请蓝卡 2020年的标准是55200欧的年薪 或者一些紧缺行业 数学 信息技术 自然科学 工程学和人类医学的人才 达到43056欧就可以了 以我的观察如果是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 达到这个薪资不难 如果是刚刚毕业的学霸 达到这个薪资也不难 德国的蓝卡不是美国的绿卡哦 它是一种工作许可 不是永久居留 它和普通的工作许可比 好处就是比如你的配偶也可以在这里工作 而且你可以更快的申请永久居留 在持有蓝卡33个月以后 如果你的德语达到BE标准22个月后 你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了 前面也提到了一些创意类的职业 如果有足够的客户 你也可以把求职签证转换成自雇签证 也就是在这边当自由职业者 三年后如果你证明你的收入可观 客户稳定 你的自雇签证也可以转换成永久居留 根据我的观察IT或者互联网行业的人 非常缺人 缺程序员或者缺像我们这样的设计师 传统的机械行业也有许多工作岗位 但是一般而言需要说德语 其他的行业我也了解不是特别多 我在德语班里认识了不止一个人 他们没有申请过求职签证 他们就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 通过网络申请到德国的工作 直接在当地申请蓝卡来到德国 很牛掰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